Timezone Bar的时钟被凶手贴了一个调慢20分钟的表盘 导致两个酒吧时间相差20分钟 再从门排处的印记 尼耀与短信的邀约时间可以推理出 凶手在23点时将我哥引到了没有监控的Timezone Bar 并埋伏在包厢内迷晕了他 随后进入Timeless Bar的那个小魏其实就是凶手假扮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丽娜感觉看到的是小魏 而小夕感觉看到的并不是小魏 其实丽娜是尾随我哥进入Timezone Bar 而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来 所以并没有发现是第一次 进入Timeless Bar的假小魏 随后从VIP包厢的天窗跳出 再利用服务员的面具以及杯车 在0点时将晕倒的我哥用推车推到了Timeless Bar 然后过于电梯里 再挪到VIP包厢 趁着大家在狂欢时开墙打死 再利用已经调慢的时间 给自己做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推断的话 会利用时间差来杀人的 只会是时间被调慢了20分钟的Timezone Bar里的江阳 东哥和隐熙 但由于凶手假扮过我哥 所以排除了和我哥同时出现的隐熙 嫌疑人就锁定在了当时不在现场的江阳和东哥之中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 恭喜你又当侦探的潜质 不过还是稍训凶手一筹 因为这正是凶手做的双保险 即使有人发现 23点10分走进来的小魏不是本人 也不会怀疑到他 因为谁能想到凶手竟能与假扮真小魏的人同时出现 凶手又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还记得现场找到的衣服缝合小票呢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通过社交线索可以发现我哥很喜欢发自己的日常穿搭 所以凶手可以提前知道我哥今天穿什么 但如果伪装我哥的话 只用换上他的衣服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重新定制一套 因为凶手利用了镜子的反射原理和特殊缝制的双面衣服 以及能快速换装的高科技面具和假发 伪造了自己与小魏对话的场景 还巧妙地设计了唐豆这个人证 没错 凶手就是隐熙 我是怎么锁定到他的呢 仍然是在不重要的细节里 当我们一直注意监控里死者真小魏的行动现实 很容易忽略到其他不重要的人 你们仔细看 从大厅到酒吧的监控 人来人往中根本没有隐熙进出厕所的画面 但是唐豆却看到了他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隐熙就是伪装成小魏进出酒吧的凶手 你们想到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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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